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老娘有聲台》Crossover 懸學堂的YouTube頻道 今天會是全新的一個節目 叫做心靈咖啡座 我很高興,我終於找到我的另一半了 另一半 因為大家一向看《老娘有聲台》的節目 或者聽《有聲書》 都是老娘獨擔大旗 但都是自己錄的《有聲書》 就算是《信而不迷》 或者是老娘平時生活的片段 都是自己一個 我一直都很想找一個拍檔 跟我一起做節目 有些互動、聊天 說說其他不同的事情 無論是心靈也好 或者是其他生活上的細節也好 所以很開心 我終於找到一個朋友 可以陪伴我一起做這件事 這個朋友我已經相識了 我們適於微視 已經認識了二十多年了 接下來《心靈咖啡座》 當然有咖啡 除了有咖啡之外 我們會談談心靈、新心靈、專業範疇 儒家、輔導、宗教上的事也會談談 甚至不用談到這麼大的 生活上的基本事 又或者我反而有興趣 所以邀請你幫我一起介紹一些書給朋友 因為其實我錄這個有聲書時 很多朋友都會介紹 老娘 你接下來可不可以錄這本書 錄那本書 好啊 我的專業就只用來錄書 但如果你叫我去介紹一本書 對我來說可能有這個難度 但我知道你也看很多書 所以亦可以介紹一些你喜歡的書給朋友 接下來我們的《心靈咖啡座》的節目 應該都頗多元化 是啊 我相信也是 好啊 大家好 鏡頭屏幕面前的觀眾大家好 我叫Thomas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全新節目 《心靈咖啡座》 Amy 呢 很高興 謝謝你邀請我加入你們的頻道 以及《玄學堂》之後也有不同的合作 會發揚光大 發揚光大 沒錯 上市的 編號6348 加入了《玄學堂》 成為其中一位導師和服務提供者 剛才Amy 你問了我一些問題 不如我們慢慢聊天 我們不想像我一來就在這裡做討論 首先我想先介紹一下你 或者我們大家都先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可能在這個頻道 有些朋友對我都已經有一個基本認識 稍後我再慢慢介紹自己 好 但我想你先介紹一下你自己 因為我們適於微視 我們一起讀戲劇的時候認識的 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但這二十多年當中 其實你經歷過甚麼 為甚麼今時今日 原來我們分開了一段時間 但最終我們又走回一起 殊途同歸 你經歷了甚麼 從而繼續走上這條新心靈的道路呢 說清楚一點 我們不是那種在一起 我們只是很好朋友 很好朋友到不得了 二十多年朋友 但因為中間 可能我有一大段時間 離開了香港 去了第二道生活 後來我一百年回來香港 如果Amy 問我 我身心靈的道路上 是怎樣走過來 其實我想 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主要是做表演藝術的 和做舞蹈和劇場有關的工作 亦都跟很多關於身體的工作有關 我自己主要 有很多不同的身體訓練 如果你問我 跟身心靈有關系的 應該這樣說 那個切入點在哪裏呢 其實就和我學習瑜伽有關系 我現在自己 都是一個瑜伽的教練 但是我在學習瑜伽的道路上 我不是一個我很厲害的瑜伽 我自己做瑜伽很厲害 但是 我自己在學習瑜伽 和教導瑜伽的方面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些體會 那些體會 也是來自於瑜伽的哲學 因為瑜伽其實 不只是一套伸展的動作 或者運動那麼簡單 如果你看回古印度時 瑜伽的來源 其實是和他的哲學起源很有關係 和他的神話很有關係 很有趣 很有趣 神話對我來說是一件很驚奇的事 是的 我想其實瑜伽的哲學也講得很清楚 就是講得很通透 就是關於一些形意上學 人的起源 世界的起源是甚麼 我們的宇宙是怎樣來的 以及一些關於我們的身體 以及心靈 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等等 其實這些事情和瑜伽都有講到 如果要講瑜伽的話 我想我們用十集二十集 可以慢慢慢慢去講 是的 還有其實很多人都會 很多前輩可能比我講得更通透 所以我不打算講瑜伽 第一集當然是先介紹一下自己 接下來其他集數就會慢慢去細味每一個範疇 是的 所以在心靈咖啡座上 去分享一下我們對於生活的不同的出發 除了瑜伽之外呢 我想其實最主要就是 另外一個對我來說很大的板塊 就是我在心理輔導上的一個訓練 其實為什麼會突然講到心理輔導呢 因為其實疫情的時候 疫情那三年 其實大家有一段時間都很迷茫 或者我自己 起碼尤其是頭一年 那種迷茫就是很多事情都不習慣 很多事情都突然封了 甚麼都沒有了 那些事情說停就停 可能某程度上 可能和大家有些朋友經歷過 就是我們的情緒會有困擾 那種迷失 那種迷惘 也不知道究竟我們 究竟我們甚麼時候結束 甚麼時候復常 甚麼時候才有盼頭 甚麼時候可以去旅行 甚麼幾年都不能去旅行 不能出去 現在報復式 現在報復式 但那時的確是因為自己 有些情緒困擾 那麼不膽不撞 我就去了讀 關於心理輔導的一些課程 然後讀了那個課程 就覺得自己很有興趣 還有很想在那裏去學多些 甚至乎在這個行業 看看有沒有甚麼發展 於是乎就繼續讀上去 繼續這方面的訓練 那我想 給我最大的得著就是 就是我學了輔導理論之後 還有實習等等性 其實對於我自己內在的成長 亦有很大的幫助 就是透過助人 其實是幫助了自己 我幫到自己 我才能夠幫到人 是一個助人自助的精神 還有我想最有趣的就是 我在心理輔導的學習上 亦都體會到很多 跟我過往自己認識的一些信仰 信仰上面的學習 或者是儒家 或者一些哲學上面的探索 我覺得整件事是可以去組織 很厲害 不厲害 我知道你是一個儒家的導師 然後在心理輔導方面 我們也有接一些個案去做 接下來也會繼續接一些不同的個案 希望可以幫到更多的人 這是我創辦園學堂時的理念 就是助人自助 導人自助 所以很高興可以邀請你加盟我們的園學堂 在幫忙一起去做一些心理輔導 希望從這個程度中可以幫到更多的人 沒錯 我覺得現在很多朋友都需要不同的工具去幫助 大家在生活上 現在在香港 雖然疫情過了 但我們依然都面對著很多不同的挑戰 不同的困難 是的 原學堂今年是孔年 那有什麼新的動向呢 Amy 原學堂一點都不孔的 其實恆上的課程一定會繼續有 我不想太過賣廣告 接下來也會繼續研發不同的課程 是的 因為要籌備一個新的課程 都需要一段很漫長的時間 是的 因為我不是只說開課程就開課程 我都需要有很充足的資料 可以給同學的希望 說起一些新課程 其實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認識了二十年 你剛才問了我自己的新心靈的路途是怎樣過來 我相信在這個頻道裡面 很多朋友都是你的忠實粉絲 但是既然我們開了一個新的 心靈咖啡做一個新的節目 不如你也介紹一下 你在新心靈工作上的來龍去脈 或者你自己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 好嗎?Amy 好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y 我是有聲台的老娘 我想說一下 有些朋友說 為何你會叫做老娘 叫自己做 其實是因為我會拿著一句 叫做言語 Anyway的一句說話叫做 老娘不發火你當我病貌 因為實在 這句話其實是有怨氣的 大家聽到 被人壓迫得太多了 我不發火你當我病貌 我就叫自己做老娘 Anyway大家可以叫我做老娘 同學現在叫我娘娘 娘娘 有點害怕 Amy 娘娘 我本身的英文名叫Amy 可以叫我Amy 剛才你也說過Amy或Me 我覺得是比較特別及親切的稱呼 Anyway大家喜歡 我自己去接觸新心靈 都在說起碼超過十年的時間 一開始我是先學靈擺 但當你學了一個工具之後 告訴你這條是一條不歸路 你會繼續學上去真的染上毒癮 於是追求很多不同的靈性工具 又或者是軟學術數的工具 八字 紫微斗數 易經牌 風水 這些都是東方的 其實我的祖傳是三世書的 這個真的是祖傳的 是我奶奶以前已經幫人看三世書 受謀平蘭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遲些展示我那本珍藏給大家看 有家學淵源 然後又再追求靈擺 靈擺之後再追求SRT 是另一套更深躁的清理工具 然後又學到Reiki 求醒靈氣 直傳靈氣 卡西紀錄 SS Bars 我忘記了 太多了 但其實真真正正 我覺得身心靈這條路 對於我來說 是一件幫助很大的事 就是剛才你說的做人治狀 我講的盜人治狀 因為其實我相信每一個人 多不少都一定經歷過 一個程度的創傷 或者剛才說的迷惘 迷失的時期 我也不例外 但可能我的創傷 對於我來說是很大的事 但在你眼中可能是扯小事 但又或者你的創傷 對你來說是很大的事 但對於我來說 我當時經歷那件事 真的比你誇張十倍 每一個人都不同 但在新生靈的工具裏面 或者是懸學術術的工具裏面 是幫助了我很多 我大約在八年前 遇上人生的一件很大的事 很大的創傷 很大的衝擊 通常都是被人擲 在職場上 令我很迷惘 為何我的命會這樣 為何我當時會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為何我會遇上在我生命當中 遇上這些人 究竟要我學習什麼課題 我當時還未有這個問號 學習什麼課題 這件事 反而是在後期才能問到自己 但一個剛開始追求強身心靈的人 其實我是不懂得去問 我要學習什麼課題 我只會問 天啊 什麼 我發生了一些不如意的事 我再繼續進修指微斗數 誰知道 我發現那一年的流年就出事了 因為有些瘋線的星 入了我的遷移工 所以當我離開香港 一出到外地 那顆星就會發揮它的威力 瘋線的威力 對 它的作用 即是瘋狂聲 對 沒錯 可能真的是瘋狂聲 因為其實一隻手掌拍不響 不只是一個人的事 被人捉的話 一定有人捉你 所以可能捉你那個人 他也會遇到這些星 我便覺得原來是這麼有趣的 因為這樣我一出到外地 其實未出去已經發生了 原來一出到外地就發生了 一些這樣的事 我就覺得很有趣 原來元學術數這件事 元學術數可以讓我知道 原來那一年是發生的事 但是我真的要去療癒自己的心靈創傷 我就要很靠身心靈的力量 所以就尋求很多不同的心靈的工具 尤其是認識了卡西紀錄 其實我們經常會問自己的一件事 我是誰 我正在成為誰 我將會成為誰 我想自己成為誰 或者遇上SRT的清理工具 希望尋求多很多心靈的洗滴 在這些不同的靈性工具裡 他開始找到外地的靈性工具 除了剛才所說的外地的靈性工具 告訴你 你因為那個靈性很醜 所以那一年出去 就會遇到這樣的事 但是另一方面 原來我遇到那件事 或者遇到這個人 總是有他的原因 這個宇宙是有他的法則 反而後來他繼續學習上去 就會有這些啟發 因為其實初學時很多人都是 只是很希望表面知道 免沉的意義 或者我很想知道 我是否真的有這個閱讀能力 但其實我們往往忽略了 我們最根本的根源問題 就是我們的靈魂的提升 我覺得反而在這方面 是幫助了我很多很多 剛才聽到很多 你有很多看過的領悟 譬如從阿卡西開始 開始又更加問一些人生核心 很重要的一些哲學課題 哟哲學 對 其實現在 你有沒有怎樣去統合 統整一下你自己一直以來學過的東西 譬如說剛才也要聽你說 準備開展一些新的不同的新的課程 譬如說其中是三世書 你家學淵源的三世書 這集我們不說太多 但也想了解多些你的心路歷程 就是你會不會有一些統合 整合是你自己的 因為各方面了解了不同的認識 嗯 其實就像剛才這樣說 因為對於我來說 不同的心靈 新心靈的工具 它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我們去學的時候 我們學它的操作方式 怎樣去運用這個工具 而我開不同的班 當然首要任務就是要讓大家學懂 怎樣去操作 怎樣去用 但其實我最想大家去參透到的 就是那個工具背後 你怎樣可以運用到這個工具 去尋找自己 我覺得在坊間的其他課堂 未必可以提供到 或者其他課堂可能只是 告訴你怎樣去用這件事 怎樣去做 怎樣去用這個工具 例如靈靈 你怎樣操作左右或前後 但其實我們真正正正透過這個工具 怎樣在內裡找回 跟自己的溝通方式 或者怎樣去找回 自己的真正靈魂目的 這是我反而在這麼多個 就算靈靈也好 阿卡西也好 袁神光也好 毒蜜全心也好 任何各方面的工具也好 都希望最主要 最核心就是 都是回歸回這條路 去到最終這個目的 找回自己和內在的自己 好啊 非常好啊 不如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但在臨完結之前 先打一個引子 好啊 今年二四年 我們有一個龍年 龍精虎猛 究竟你可不可以簡單說一下 今年圓學堂有什麼新的動態呢 準備 簡單說一下 剛才說的 都會籌備一些其他不同的課程 之前亦都在信而不迷 《老娘有聲》台 都跟大家宣告過 但要籌備一個新的課程 都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因為對於我來說 我不是說你來上課 坐下說一說 說完再見 我都會準備很多資料給大家 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同學上過我所有的課程 可能他手上拿著我的資料 也有這麼厚 這些資料是需要很長時間去準備的 我會去研究 籌備很多不同的東西 希望可以將我認識到的東西 去分享給大家 另外我接下來也會去旅行 很重要的 去旅行 開關我們報復式旅行 沒錯 我接下來也會去日本旅行 我會去一個地方 就是學生心靈的 學教靈體寇井靈氣的朋友 都是夢寐以求很希望去的地方 就是安馬子 我希望我去完這個安馬子 可以有一點得著 因為這就是靈體寇井老師 他在安馬子那裡 得道 得道 即是住吃夜一天 得道的地方 得道一些能量 以從而創立了 靈體寇井這個體系的地方 希望那裡可以吸收到天地靈氣 回來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今年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去玩 去玩 去享受人生 去聯繫自己 非常之好 非常期待 剛才有提到 玄學堂亦有很多準備新的課程推出 在下亦加盟了玄學堂 Thomas我亦有不同的資訊服務提供 或者我自己各方面亦有課程 大家期待 期待 留意一下玄學堂的資訊 以及這個節目 大家正在看的 心靈咖啡座 我亦有很多將會推出 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 身心靈不同的各方面的理解 或者是一些知識的分享 或者是我們生活上的一些體悟 我們會不定期去錄製一些影片 如果我那天沒有那麼醜的 有收拾一些眼耳口鼻的 大家就會看到我的樣子 如果不在狀態的樣子 可能只是只是聽聲音 聽聲音可能已經很精彩了 是啊 也可以 也很精彩 大家甚至乎都可以集中 聽著我們的聲音 不要看著我們的 可以的 因為聽聲音可能是另一個享受 也是 沒錯 我對著咪咪和對著鏡頭是兩回事 我現在對著鏡頭 可能我講話會比較隨意 但如果我沒有鏡頭看著 我只是對著咪咪 大家都會說 嘩 這聲音很漂亮 不是 你的想像空間會大了 想像空間大了 沒錯 可能大家會吸收的東西會更多 沒錯 說聲音到最後 還有我不得不提這件事 很多朋友認識我都知道 我是配音出身 所以都是靠聲音賺錢 其實我身邊這位都是 過氣過氣 都是靠聲音賺錢的人 過氣過氣 如果我們日後有些節目 是看不到外表的 只是聽聲音 大家不要介意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 我們的聲音吸引過外表 是你而已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要按讚和分享給朋友 還要訂閱和按鈴鐺 接下來你就會收到 心靈咖啡座最新的資訊 有新節目的時候 你就會很快收到通知 我們下次見 拜拜